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西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两个母体比例差的信赖区间 这个题目是交代金管的考题 那么我们看看题目的内容 他说P1head第一个母体 在这个size n1的 他的一个母体的这个样本的比例 P2head是什么 这是一样的 就是也是样本比例 就是在第二个母体的状况之下 现在我们假设说 两个母体的样本数是 n1跟n2各自是100 P1head已经知道是0.1 P2head是0.03 那么他希望算什么呢 希望算母体的一个比例差 他的信赖区间 95%的信赖区间 他要算信赖区间 其实我们就直接列出信赖区间的公式就可以了 P1-P2的信赖区间 我们先列出来给各位同学 怎么写呢 他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P1head减掉P2head 当然这个做完之后 一个是加一个是减 减掉Z2分之α 重点是在后面这部分 这部分是什么 n1分之PQ 这是1-P1head 我们是N1分之PQ 加上N2分之PQ 这个是左边的部分 那么右边的部分也是一样 差在哪里 差在这是加 这边一样 n1分之P1head 以减掉P1head 加上N2 这是P2head 乘上1-P2head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 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相关的资料套进去吧 现在是95% 95% 这边Z2分之α 我们都知道了 这是多少 这是1.96 这个P1head呢 他告诉我是0.1 P2head是0.03 所以这个知道 这个知道 这个知道 N1知道了吗 知道100 这个知道 所以这个其实 整体来说 他就是考我们 会不会写公司而已 那么我们就把它带进去吧 这是0.1 减掉0.03 我就直接写0.07好了 减掉 1.96 刮虎 这是 N1是100 P1head是0.1 那这边就是0.9了 第二个还是100 那它是0.03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0.97 这个是左半边的 那我们来看右半边的 右半边的 当然没什么两样 只差在正的而已 这边是100 这边是100 这边是0.1乘上 0.9 这是100 这是0.03 乘上0.97 这刮虎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 这个是多少 这个我们先算一下 这个我们算一下 这个要计算机了 这计算机 没有计算机不行 这个算一下 这是 0.0345 这边0.0345 这边是0.0345 这当然 这也一样 0.0345 我们再乘上一个1.96 我们算一下 这是多少 这个是 0.0676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写出来了 0.07 减掉 0.0676 这是左半边 还有右半边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这边是 0.0024 0.1376 这个答案 就是我们 两个母体比例差的信赖区间 0.0676